各位观众 时隔74年再次有中华民国的卸任元首 踏上中国大陆的土地 画面中您可以看到这一架航班 就是马英九所搭乘的国航CA146航班 它原定是在今天下午的4点40分 抵达上海的浦东机场 但是行程有点提前 它在4点21分的时候就已经落地 而画面就是由TVBS随队采访的摄影记者于信翰所拍摄 在一间的这个小翼的上面 可以看到大陆国航的标志 那么稍后另外一组的记者李敏珍 他们已经守候在大陆的普通机场的跑道上面 要准备迎接马英九的到来 根据了解马英九是在今天下午抵达了普通机场之后 也许会在机场做一个简短的谈话之后 因为时间非常赶 所以他很快就会由大陆的中央警卫局人员来护送之后 发专车赶往高铁站要前往下一个地点南京 那么随后的这几天的采访过程的过程当中呢 包括明天早上马英九就会前往南京的中山林来调业 国父孙中山先生 那么事实上这样的行程在过去2005年 时任国民党主席连战访问大陆的时候 也曾经有过这样的桥段 那么在当时连战去到中山林的时候呢 可以说是万人空巷 整个阶梯上面全都占满了中国大陆的游客 希望能够一睹连战的风采 那么当时呢 也是由中央警卫局人员开路 才让连战能够很顺利的进到中山林去祭祀 并且随后在中山林也有发表谈话 预计明天马英九就要到中山林去 那么在现场的整个维安规格 势必当然也会受到相当的关注 那么同时呢 这次因为是时隔74年 台湾再次有台湾的卸任元首 访问中国大陆 所以呢 包括这次的维安规格 也都是受到外界关注的 根据了解 马英九这次跟连战当时一样 是有六名的随护 陪同他前往大陆 同时呢 这次随护 他也是携带了三把枪 以及相关的弹药 原本呢 是希望每个人都能够佩戴枪支弹药 但是经过跟大陆方面 沟通之后 数量都是减半的 原本要带七件的防弹背心 除了随护以外 也要给马英九能够穿着 但是呢 在协调之后 也是数量减少 画面中可以看到 现在在这个机场的 这个跑道头上面呢 包括他的营兵 专机坪上面 相关的人员 已经做好了准备 包括大陆国裁办的 副主任陈元峰 我们刚刚有看到 他已经抵达了现场 在做准备 而且这个维安规格之高呢 包括所有的台湾的记者团 在抵达的时候呢 都必须要先经过重重的安检 身上的每一样东西 都必须经过 X光探测仪之后 才能够集中到 专机坪旁边的这个专机坪之后呢 才再搭乘他们的接驳车 前往停机坪上面去准备拍摄 等一下的过程 这个过程当中呢 都是经过严密的时间上的计算 通常呢 以过去我们的经验 他可能在记者下车 架好脚架之后呢 就刚好是看到 这个主角所搭乘的航班 会滑行到专机坪上面固定的位置 那么接着呢主角也就是今天的 前总统马英九 他会从机侧的衔梯走下来之后呢 下面就会有迎接的队伍 根据稍早的传出说 到底是谁会来担任今天第一关 在飞机旁边迎接马英九的人呢 一开始有传出说是 大陆的国际办主任宋涛 那么另外后来也传出 很可能是大陆国务院的 常务副总理丁薛祥 事实上为什么这样的规格 会受到如此的关注 也是因为在这个国际间 普遍的这种正式访问的场合当中 接级人的规格就代表了 此行这位访客他的规格 因为像是连战在2005年的时候 他是以党的身份 被视为中共总书记 当时是胡锦涛的客人 所以最终等于是胡锦涛是主要迎接的人之外 负责阶级的就是层级比较低的 但是也必须具有相当层级的官员 以当时就是大陆国台办主任陈云林 是以中台办就是党的这个身份 来迎接这个连战 随后在当天晚上 连战在江苏省委书记 还有省长的宴请之下 是持了他在当时在南京的这个接风宴 那么今天后续的整个接待的流程 会是怎么样 就是接下来会比较受到关注的了 那么另外一方面可以看到的是 这次的行程 事实上在明天开始经过了这个 从中山林拜业完毕之后 接下来连马云九一行人 还会持续的前往包括武汉 还有这个湖南 以及重庆跟上海等地进行参访 大概可以整理出他的 整个参访的行程的所有的流程 可以大概分为几块 一个就是很多是着重在中国国民党 他在中国大陆时期的 一些宗教的历史的痕迹 包括像是武昌旗的纪念馆 以及在南京的这个南京总统府等等 这些都是曾经当时呢 在国民党在大陆时期的 很重要的地点 那么另外一方面包括像是 南京大屠杀的纪念馆 以及抗战第四战区 受降的纪念馆等等 这些地点呢则是马英九一向都非常关注的 关于抗战历史的一些地点 另外一方面包括他会去到中央政治学校的就职 事实上中央政治学校 除了他是现在的国立政治大学的前身以外 很重要的地点就是因为他是连战的父亲 对不起 马英九的父亲马赫林 他所就读的母校 同时他也会去岳云中学 也是他们的母校 那现在可以看到班级已经抵达 以上是最新的情形 先把镜头交换房内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